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我量身打造的歌曲 也是非常正面的歌 然后这首歌跟把我自己的创作 Come Back To Me 祝贺起来 然后其实改变曲风 就是我们的老鼎乐团 今天跟着我一起来演出的三位 给我很多很多的建议 就是怎么样改变这样子 那Find A Way 跟Come Back To Me 就是Swing 跟Jazz 一点的感觉 就是Come Back To Me 听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 怎么讲 敲屁 去钢琴听起来 非常的有趣 对很不一样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天气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热情 对然后粉丝也很热情 就是我到的当天也在机场迎接我 然后每一个签餐会 其实大家都有到 然后因为其实看到台湾的歌迷又来 马来西亚支持我 对所以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吃的啊 或者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 华人的地方 有华人的地方 都是其实给我感觉就是跟台湾差不多 我觉得对 然后感觉每个地方都 每个地方的那个冷气都不用钱 超级冷 室内很冷 对 3月21号在马来西亚 有一场个人的大型演唱会 对在国家体育馆 对有有还蛮大场地的 对所以也是在很努力的准备这场演唱会 那希望这场演唱会结束之后 成功的完成之后 希望赶快在台湾也可以办一场 大型的演唱会 对我也我也等很久了 我每一首创作都是当天的情绪 用当天的情绪来写歌 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的一些创作概念都是怀念跟想念 一个人或环境 那其实这张专辑的创作大部分都是 我出道已经四年多 然后这一路上帮助我的人 然后我的歌迷家人们 公司同事们 还有刚开始遇到老板的那些 回想 对对回想 就是 就是美好的东西 对大部分都是 比较想念 因为我觉得刚出道 什么都不懂 就是歌手要做什么 然后我有粉丝了 要跟他们怎么过通 我的中文 也其实坦白讲那时候真的很不好 我的中文 现在还可以吧 谢谢 就是那些怀念跟一些想念的画面来创作 对这张专辑的创作都是 都是送给我所有身边的恩人们 其实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 就是录音的时候有发现 然后制作人跟我的老板 雅明哥就觉得 你怎么声音脏脏的 这样 然后 我其实那个时候不太不太懂就是 录音的录音专辑 要声音是要干净的 或者是要很 很明显的一些line什么的 我都我都不懂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尽量唱 没声一点 就是尽量不要用沙尔的声音 对对对 第一张专辑就这样子录的 然后 录《四在必行》的时候 也是因为 那首歌 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励志一点的歌 比较正面一点的歌 所以 也是比较唱出来 那去当兵了 《四在必行》宣创完我就去当兵 然后当兵回来 那个沙尔的声音 在部队裡面又练 练练 一直练练练练练 一直唱 然后就是 又更明显 然后回来之后 第二张专辑 老板就说 了啊 你随便 录录看 然后其实《Come Back To Me》也是 很多音就是 这种音就是 一开始制作人说 先不要这样录 然后 然后有一个版本就是这样子 有沙拉的声音录 然后就有一个版本是录干净一点 但是就是我觉得 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的创作 所以我希望是用我本身的声音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声音这样子 然后就是老板也决定说 那用我自己想要的版本这样子 我喜欢这个声音 因为怎么讲 这个声音里面可以有无辜 可以有抱怨 可以有难过 开心的时候 唱摇滚的时候 摇滚不一定都是 很underground的那种rock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 会可以表达很多很多的情绪 对我觉得